欢迎收看产业研究室 这两天台股在台积电重新站回千元大关的助攻之下 收复了所有的均线 所以市场就期待能够从台积电法说会之后 继续引领台股的Q4行情 那今年Q4的做梦行情投资的主轴 还是在AI概念股吗 赶快来听听言戏老师第四季的投资看法吧 随着这集录影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0月初 正式进入了2024年的第四季 对于我们台湾股市来讲 每年第四季的行情总是特别的重要 一方面因为多数的公司在今年的业绩上 已经大致底定 所以影响行情的重点会放在明年的展望 容易出现做梦的行情 另一方面包括各大企业集团和投信法人之间 为了绩效也会有做账拉抬股价的动作 也因此集团做账和做梦行情 就是这段时间的主轴 好朋友们觉得 今年做梦行情的主轴会是什么 我认为肯定是当前最夯的AI 相信大家也知道 不只电子公司往AI在靠拢 连不大相关的传统产业也大张旗鼓的跟着寒进AI 特别是年营收将近600亿的东源集团 在经历了5年的经营权之争以后终于在今年落幕了 新任的董事长立明宪先生更是高喊要切入AI供应链 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除此之外又有哪些集团概念股有机会受贿这波利多 今天就让妍希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吧 开始之前一样新朋友帮妍希按个订阅 老朋友点个赞分享 这里先谢谢大家 初期成立将近70年的东源 好朋友们直觉联想到什么 是他们家的家电还是马达 还是近两年的重电概念 在1956年就成立的东源 一开始由五大原始股东家族共治 黄茂雄会长在1991年呢 以创办人之一的林和寅女婿的身份 开始掌舵公司 从此就开始长达33年的黄茂雄时代 然而呢从2019年开始 地产起家的宝家集团 开始在市场大量的收购东源的股权 最高甚至一度来到将近三成的27% 而面对了宝家的步步紧逼 黄会长马上找了华欣交加来帮忙 之后华欣利华因此掌握了 东源大约11%的股权 从此宝家华欣成为 东源的前两大股东 而且在2021年爆发了 东源第一次的经营权之争 然而最让人意外 最后竟然是黄茂雄 与儿子黄玉仁先生 因为理念不同 爆出了经营权之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旧知情人士在透露 东源大战表面是负责理念不合 但其实更底层的原因是 宝家华欣利华和东源的 原始股东三方的角力 原来在2019年起 宝家就开始大量买进 东源的股票五大创始家族的 弱势平衡从此就被打破了 其实过去很多台湾的家族企业 像是大同星光 都是靠着创办人的身份 总是能以少数持股 掌控了大市值的公司 说到底即便黄茂雄父子合作 他的持股也不会超过一成 好不容易去加上了 白衣骑士的华欣 双方持股也才接近两成 根本比不过宝家的持股 也因此黄茂雄最后是倾向 接受现实 决定跟宝家华欣共治 甚至一度传出了 传贤不传子的说法 但是这种结果很难让黄玉仁 还有其他的原始股东们接受 因此演变成黄茂雄会长为首的公司派 和黄玉仁为首的市场派 互相竞争东元的经营权 结果最后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 终于台湾68年历史的鸡垫龙头 东元在2024年的5月改朝换代 之后经由华欣的交加推荐 宝家的林家点头以后 双方共推出花旗出身的 利明县先生 继任东元新董事长 正式结束了黄茂雄时代 确立从此由华欣保家共治 在利明县先生的规划下 短期东元有两大目标 第一 业绩至少要成长一成 年营收要突破650亿 第二则是利明县先生 用东元现有的伺服器散热 冷却系统打入了AI 半导体供应链的体系 由于过去利明县先生 因为在金融业服务 因此他累积了不少科技业的人脉 所以这个实现的机会是很大的 长期则是考虑效法 像永丰渝 台泥 莲华这些老牌企业 将东元转型为控股公司 而黄玉仁先生则是持续 透过东友 灵光这些公司 交叉控股 掌控了集团中的电子科技事业群 根据近期的法人报告显示 预估2024年营收为593亿元 跟去年持平EPS来到2.77元 但是明年2025年 因为绿能电网还有电气化需求 让订单持续的稳定成长 因此预期 东元明年的营收将端出年增 12%的649亿 EPS来到3.07元 这个资讯就先提供给大家参考喔 不过相比东元以黄日玉仁先生为首的 东友 灵光甚至光临 从今年9月以后 他的股价就表现得格外的火波 那我推测后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虽然东元和平移转经营权 但是现在的电子科技事业就像集团的法外之地一样 让现在的公司派稍微不大能忍受喔 因此台面上可能还有另一番的角力 第二是以立民线立董主推的AI半导体的供应链 这些战略目标来看 三家公司本来就已经切入了 因此吸引了资金的进驻 不过我坐在这里我就说我们有一说一 现在团队手上没有太多的内幕消息 所以关于第一点台面下的角力 真的就不好过多的评论 但是东友 灵光甚至光临这三家公司 当前的进度我们还是帮大家整理整理 首先以东友来说 做的是多功能事务机 也就是办公室用的印表机 则灵光呢则是用印表机的关键灵组件 是全球最大的CISM影像感测器的供应商 全球四大品牌除了佳能的CIS是自制以外 包括HP、Epson还有Brother 都是灵光的客户 最后看到光临 这间公司本身就是IC的通路商 原先以代理日本瑞莎的产品为主 但是之后逐渐锁定各类的特定应用IC 这就是我之前常跟大家聊的ASIC 在过去12年里一直都是公司最重要的品项 那以上是这三间公司的概况 不过呢我还是要老实说 由于多功能事务机的市场 本来就是持续的萎缩 所以东友近年是积极的转型 除了将AI用在3D列印还有无人机控制平台之外 也跨足了列印机、绘图机这些新领域 加上中国市场的回温 带动了东友获利目前是显著的成长 根据公司稍早公告的资讯显示 东友在8月的单月近利来到年增244.44%的1300万元 换算单月EPS就0.17 这个相比2024的上半年的EPS是-16来说 可以说是重大的反转喔 而灵光更厉害 原来公司早在去年2023年12月的 台湾医疗科技展上 就利用了自家开发的AI辨识软体 搭配环泥子公司 推出了智慧床垫压力感测系统 由于这套系统不只通过北医的临床认证 更获得二三十家术后护理之家的采用 未来目标是抢下全美50万张床的 医疗电动床市场 那既然都有产品推出 相信今年2024的医疗科技展中 又会有更多的新品亮相 另外灵光跟东友一样 公告了8月的字节单月EPS 同样让市场惊喜来到0.44元 这个相比第二季 整季也才0.5元来讲 自然会让市场对未来是充满想象 根据灵光公司的说法 随着市况的回温 预期今年2024的业绩回稳 公司未来会朝着 红外线成像以及测温基星 这些应用导入AI影像演算法 可以说是整个东元集团里面 AI进度最明确的公司 当然身为IC通路的光临也不能小觑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ASIC吗 随着通用型的AI伺服器 将与推论型的AI伺服器 在2027年达到全球各半的出货比 背后的意义就是推论应用的相关ASIC 不只是应用层面上会百花齐放 市场的总体量更会迎来最初的爆充期 自然身为专介ASIC通路的光临 未来的发展就让人非常的期待 好啦这集的内容大致到这里 我一样帮大家整理重点 总教室百万以上的好礼仪开放摩采 延西特别推出感恩大回馈的摩采活动 一起来共襄盛举咯 梅花梅花满天侠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庆祝这次以梅花为主题的 光辉十月的国庆 还有延西的财经频道 各平台的总粉丝人数突破了24万人的新高 君人子弟的我 也特别推出了感恩大回馈 总价值百万的大摩采活动 来感谢所有的粉丝跟学员 感谢大家 在用力大力努力的分享之下 延西各频道的总粉丝人数是节节高升 抖音突破1.3万粉丝 YT突破了13.2万 信力快要4.5万了 这么多的好朋友订阅 再次提醒 记得咬起你的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延西的任何通知喔 还有延西的官方LINEA的账号 铁粉也突破了5.3万人了 无论是老朋友新朋友 记得我们都是自己人 在这个欢喜的时刻 庆祝光辉十月 和延西的粉丝人数持续的突破新高 我们感恩大回馈 现在只要加入延西的LINEA官方账号 总价值百万以上的好礼 开放摩采 记得人人有假 好礼多到数不完 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喔 延西的LINEA官方群组 滑罐头顾 股市甜心 留言医 小老鼠 LU CKYT77 小老鼠 LU CKY777 还是 小老鼠 LU CKY777 任命账号 一定要加对喔 滑罐头顾所推荐分析各笔有账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关系 本节目指导提供参考 投资人印度一判断神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滑罐头顾E1金管头顾新资015号 第一 每年的第四季都有做账跟做梦的行情 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公司在今年的业绩大致底定 所以明年的展望才是影响第四季行情的关键 因此就会有了做梦的行情 再来则是包括各大企业集团和投信法人 为了自身的绩效也会有做账拉抬股价的动机 因此每年第四季的行情特别重要喔 第二点 东元集团在过去5年间 经历了一系列经营权之争的阴影 情况终于在今年大致底定 随着新上任的利明线先生力动 大推AI散热半导体供应链这些战略的目标 并明确给出年营收年增一成的业绩目标 让市场现在是充满期待 第三说到东元集团内最有机会 因为AI成为标股的事业群 包括了东友灵光和光灵这些公司 相对是非常有机会的 更不用提灵光还有AI辨识的软体 因此今天这集特别分享给大家认识喔 那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记得帮研锡按个赞 按个分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 今天产业研究室就进行到这边 请大家持续收看 并且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帮我们分享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另外如果对投资有兴趣 也欢迎您加入小老鼠Lucky777 加入研锡老师的LINE生活圈 跟老师一起努力求进步 产业研究室明天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记得要收看 拜拜